聖經金句 甲連 上年期第五主日 尼撒讀經分享 聖經金句 耶穌說 你們是地上的鹽 鹽若失了味 可用什麼使它再咸呢? 它再毫無用途 只好拋在外邊 任人踐踏罷了 你們是世界的光 見在山上的城 是不能隱藏的 瑪窦福音第五章十三十四節 讓我們聆聽今天福音選讀的經文 瑪窦福音第五章十三至十六節 那時候 耶穌對門徒說 你們是地上的鹽 你們是地上的鹽 鹽若失了味 可用什麼使它再咸呢? 它再毫無用途 只好拋在外邊 任人踐踏罷了 你們是世界的光 見在山上的城 是不能隱藏的 人點燈 並不是放在斗底下 而是放在燈台上 照耀屋中所有的人 照樣 你們的光 也當在人前照耀 好使他們看見你們的善行 光榮你們在天之父 地鹽細光是基督徒十分熟悉的詞彙 今天的福音選讀經文 就是以地鹽細光為主題 耶穌以鹽去比喻新藥的建立 以撒爾也先知用光 來描述生命 和使人明白天主親臨人間 包括以色列人和外邦人 萬頭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八節 就告訴我們 耶穌指祂的門徒是 鹽和光 他們是耶穌所帶來的 新藥的傳信者 第五章十六節提到耶穌祝福門徒 不要只是聚焦在自己身上 而是應該成為世界的祝福 以他們的善行去光榮天主 鹽非常有用 它是用來調味和施肥的 並且可以用來保存肉類的這種天然防腐劑 耶穌說鹽弱失了味 嚴格來說 鹽是不會失去它的咸味的 因為它的化學成分是綠化蠟 是一種穩定的化合物 但是如果製鹽的方法不當 例如只是從一些遲渣之中提出 那些鹽就會比較 用蒸發海水所提煉出來的鹽的質量差很多 因為前者含有大量的雜質 以致味道是很劣 耶穌對門徒說 你們是 即是你們是 它的意思是指 門徒就是鹽和光 鹽是需要成為鹽和光 你們是地上的鹽 你們是世界的光 鹽和光的本質和功能 是一致的 鹽用作調味和防腐 就是因為它是鹽 光用來照明 就是因為它是光 耶穌所說的珍福八端 就是術說 要進入天主的國度的人 的應有質素 和天主的國內生活的方式 在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才會明白 為何耶穌說 基督徒是鹽和光 天國公民 就是要展示這些品質出來 耶穌的門徒 存在的目的 就是防止社會更腐敗 和犯更多的罪 改良已經敗壞人性的風氣 可惜基督徒的影響力 並不是時常都是明顯的 但它是至關重要的東西 又好像《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五節所說 基督徒在有衝突爭鬥的地方 要做個替造和平的人 有人憂傷 就要以基督的態度去服侍和包紮傷口 在有仇恨的地方 就要在基督之內 將天主的愛彰顯出來 以善性惡 如同天父這樣慈悲 但是當門徒沒有以天主的平安 來與他人相處的時候 就會成為失味的鹽 燈是放在燈台上 用來洗屋內光亮的 耶穌說門徒是光 他們是以善行來發出光芒 照耀世界給人看到的 耶穌更進一步說 你們是建在山上的城 是不能夠隱藏的 人點燈 並不是放在斗底下 而是放在燈台上 照耀屋中所有的人 你們的光也都應當在人前照耀 好使他們見到你們的善行 光榮你們在天之父 若望福音第一章一至十節 正好說明了 基督徒在世上 就如同在黑暗之中的明燈 不但將天主聖賢的真理之光 帶給罪人黑暗的心靈 更是要以善行來作見證 如果基督徒選擇去和這個世界妥協 的這種較方便和舒服的做法 而不是去做天主喜悅的事 他就失去了做炎和光的這個角色 只有謙遜地服從主耶穌的命令的門徒 才有炎和光的這個身份 設計要時刻接受聖神的帶領 和聚焦系基督和服從祂 我們才能夠繼續成為世界的炎和光 天父 理負於人愛 慈悲而有公道 將光明在黑暗之中向異人照耀 我們的善行 是在聖神和祂的德能的表現 為使我們的信德 不是憑人的智慧 而是憑你的德能 求祢護佑我們 堅定地追隨主基督 作炎作光 為祢作見證 光榮祢 因主耶穌基督之名 阿瑪 老闆 老闆 神 安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